屬九位朋友今年亦是刑太歲 其實也是犯太歲之一 因為刑太歲代表心情不好 容易是非、口舌 配戴馬的肖像牌 便可以減輕今年犯太歲心情不好的特性 或許多是非的特性 至於吉星方面 有一顆泰陰星和唐扶星 泰陰星代表有女性長輩對她好 更多女性截然 擁有溫柔或柔和的政策 影響到你 令你熟悉的人今年不容易衝動 有一顆唐扶星亦有一顆權力星 這個權力星有好處與不好處 原來有一顆權力星比你管的東西多了 但你會覺得沒有實際利益 原來我管多了些東西 又不會加了很多人工 你會覺得很不值 有這樣的想法 但這個唐扶星是迫於無奈 你都要接受 其實就是慢慢慢慢鍛鍊自己管理的財能 當你今年 有一顆叫地解星 地解星 亦都代表一顆逢空化解的星 這顆地解星是非常之重要 為甚麼呢 因為你今年熟悉的朋友 有很多的空星 又有搞殺 歐塵 灌索 樓下 這些很多一大堆非印的星 所以你套地解星的話 其實出得來很適合時間 亦都慢慢慢慢說回 我們為甚麼呢 我們說搞殺的話就是灌飛的星 本身就是容易有是非 小心點抄牌 灌索升的話 就代表你錢包給人拿 灌索的話 就被人拿了你錢包裏面的錢 就代表有些東西 有些人問你借錢沒有回頭 千萬不要有些合作生意的夥伴 合作這些機會的話 往面側面 亦都不要一起去投資買賣 亦都可以 不要夾分一起買一層樓 炒股票 絕對要小心點 做生意亦都要小心點 我們說樓下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 女性的身體健康有問題 多些做些女性的檢查身體 本身女性 非印星的話 就代表大家 不關你事 無緣無故事 就被人爭吊 這些亦都代表是非星來的 本身 我們說今年 有得忍就忍 不要強側頭的話 就沒有甚麼特別大的問題